七月鬼门开 国光剧团日前演出了改编民间智怪小说 搜神记中的定博卖鬼 原本的原著剧本是写说主角 他用智谋制服了鬼的滑稽故事 但是编剧从这个高明的骗术着手 他扩大了格局借古讽金 来讽刺民主台湾的各种假象 两位编剧跟三位硬底子金剧演员 在传统的金剧中还融入了动画投影效果 让金剧既年轻又很有倡议 民间故事定博卖鬼中的主人翁 引诱着鬼变成了小羊 卖给落魄穷书生 结合动画效果跟一般传统金剧很不一样 这是国光剧团的新作卖鬼狂想 应该电影里面或者电视里面的 那个想法是应该是一样 就是我们先预设他 导演跟我们讲了要什么 我们就会去配合那个动画师 告诉我们现在这羊走几步 要停下来要吃草了 你就要设计一下身段 机会就蛮好玩的 落魄的穷书生带着小羊 前往市集的路上 有巧遇另外一只鬼 只好谎称自己是阎王爷 并决定把这只鬼带到市集上卖掉 途中鬼跟书生互背而行 编剧新本宁说去年的台湾代表字是假 今年发生了太阳花学运 他也在剧中加入这些社会时事 是啊您瞧瞧这人潮可就是前朝啊 对岸就是冤士了 您不是要卖羊吗 冤士就在对岸 一定得到对岸 哎哟 我告诉你说呀 你要是不到对岸 跟那位主席握完手 你这买卖可做不成 我不做买卖成嘛 怕什么呀 前朝滚滚滚滚前朝 力大于弊压 三位丑角贯穿整部作品 同时结合动画投影效果 呈现这一出幽默的京剧 我觉得丑角这个行当 在整个戏曲本身中 其实是最自由而且最有趣 而且最能让现代观众理解 而且喜爱的一种行当 其实我们就希望说 利用这三个丑角 来演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有趣的 它其实就是个玩笑的戏 是一个好笑的戏 您是阎王爷 怎么会不知道我们鬼怕什么呢 本王是警察百姓 苦其所苦 就叫民意调查 卖鬼狂想要带大家体验一场 轻松有趣的京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